继续来看到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 除了看好下半年景气 更首度对外界谈到接班议题 远传正值20周年 股东会上人来得特别多 集团董事长徐旭东 乐得在媒体面前谈景气 我对下半年乐观得很难 没有什么悲观的事情 每个都很好 现在欧洲也起来了 镜头前一贯自信有力 但其实徐旭东已经75岁 身为远东集团的大家长 1993年接掌远东集团 除了纺织水泥事业 还涵盖电信 卖场金融银行领域 截至2015年 远东集团总资产达到2兆5000亿 合并总营收6000亿元 外界很关心儿子徐国安 是否就要接下集团重担 看我样子要退休吗明天 当然 所以我现在呢 这个都是体材 这个都每个公司都应该有这些准备 但是我们 没有走向一定要家族了等等 企业经营的不好 没有用 是否家族成员接受 徐旭东没有把话说死 其实不光远东集团 各级业大佬 台大电创办人郑重华与夫人 赠予总市值超过150亿的台大电股票 给大儿子台大电执行长郑平 还有二儿子台大电副总裁郑安 两人身价合计大涨150亿元 绕一辈的集团企业如何顺利传承 引发讨论 那么我们现在几乎有感觉到来不及 这个行业 它这个一两年会变化很大 或许是产业变化太快 也可能企业二代还没准备好 不过徐旭东儿子徐国安 早已默默接下远传电信董事 也申见远东集团创新帐 传承父亲的一波 或许只是迟早问题 新台电视卢天长张远廷沈为彤 台湾台北报道